香港前特首曾英权因为公职人员行为不当 今天被判坐牢20个月 不获缓刑及时服刑 成为香港有史以来第一位被判坐牢的卸任特首 法官陈敬伟判决时指出 他从未见过任何人从如此高位渡落 他说本案的严重性在于被告是特首 获得北京和港人的信任 作为特首他需要有诚信 但是却违反诚信 根据上诉庭指引 相关罪行以入狱30个月为良心起点 但是考虑到曾英权过往40年的贡献 破检10个月刑期 判曾英权监禁20个月 曾英权的妻子表示 今天是黑暗的日子 并计划上诉 今天是很黑暗的日子 对于今天法庭的裁判 我和家人都感到非常失望 我和英权在过去五年来受到极大的困扰和压力 所以对今天的结果感到非常难过 但是我们都会坚强和勇敢面对 现年72岁的曾英权 是在担任香港特首期间收受立业 包括一栋供他退休之后居住的中国大陆豪宅 曾英权曾经担任香港特首7年 2012年7月卸任 爱丽不七综合报道